OK,来同学们,终于可以回来这个studio了 因为在家里面跟大家聊的感觉有点闷了 就好久没有在这个地方做直播了 所以就特地的回来我们这边的studio这里了 OK,我们聊的这个主题了 我们的股市,来我们先入一入正题先 那手套股呢,我们就要聊一聊的了 毫无疑问,肯定要跟大家讲一讲呢 你们怎么看呢,对吗 交换一下看法,会不会继续再涨 那手套股四大天王之一的tok glove 涨到十块钱,创历史新高 OK,那当然同一时间的另外的三大天王呢 Hatanaka啦,对吗 OK,哇,九块了,也是历史新高啊 Cosan OK,so差不多八块了,也是历史新高 那原本有一个一直落后在这三大天王后方的 就是Supermax了,对吗 So Supermax这一个原本呢 它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嘛,对不对 但是呢,它表现一直都落后于其他三个手套公司 但是,但是,最近这两个月呢 它就吐气扬眉了哦,对吗 就是照眼看,照眼望上去啊 这两个月,这个Supermax的涨幅好像 抢眼过另外的那三大天王哦 OK,你看手套股都涨到这么的凶 然后我们马股的成交量 在过去这两天也涨得特别特别的厉害 对吗 昨天我们创出了马来西奥股市的历史最高的成交量 对吗 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KLCI 好,昨天的成交量啊 差不多100亿 OK,今天呢都仍然有70亿 哇,昨天的成交量是 你看,在我们这个看下面啊 Wallem啊,中文指数成交量 OK,哇,你看 从1980多年到现在 我们的成交量创了新高 咦咦,很多投资者就讲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成交量创新高 那会不会带动大马交易所啊 因为大马交易所是跟我们的股市的成交量有关系的嘛 成交量越火爆的话 它就抽越多的水钱 听说昨天 好几家投资银行,股票行跟投资银行的backend system啊 都出现问题,对吗 就是火热到 不懂是不是电脑都烧坏了 server都烧坏了啊 大家 OK,买股票的热情 将网路都卡住了 是一度出现service的停顿的 有听到这个情况吗 就如果你们自己有的这个投资银行或者股票行 昨天的这个系统出现问题的同学啊 给一个点赞啊 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发生 火热到这个程度啊 真的是活了这么久 没有见过了这个情况啊 那讲回大马交易所先啊 如果这么厉害的成交量的话 大马交易所就应该是 大家能够想象到它会从中受贿啦 所以大马交易所的这个股票 哎呀,你看啊 好像稍微慢了半拍哦 对吗 昨天成交量最大 今天它才来向上升啊 OK,好了 那大马交易所呢 虽然它还没有破新高啊 但是近期的这个行情呢 好厉害 挺有意思的,同学们 这个综合指数 我们点一点评大马交易所先啊 很有意思的 我刚刚在这里看到的 你看综合指数 过去 哇,从1980多年到现在 下面的成交量呢 是每隔几年就会创新高的 同学们有发现到吗 我们的综合指数啊 成交量 马股成交量 每隔几年就会创新高 到昨天又创一个新高 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 几个问题呢 我们讲回生意角度去讨论啊 讨论什么 讨论刚刚讲的大马交易所 OK 那大马交易所 如果它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就是 我们买卖股票的时候 它抽的水钱 还有clearing fees 结算费用 对吗 结算费用是怎么理解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的 你们有试过买卖车吗 OK 有试过买卖房产吗 对吗 你有签过你买屋子的S&P 你有跟lawyer做过任何的 Documentation 你有买卖车啊 去割名的 以前要去JPJ割名的 后来你的sales agent帮你割名 对吗 现在呢 MYEG之前已经有那个上门找你 对吗 哪里的IC 哪里的tumprint 就可以帮你的车割名的 那个service啊 我不懂多不多人用啊 这个service 我知道好多年前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 请问同学们 股票要不要割名啊 股票要不要割名 买卖股票的话 其实也是将股票啊 从别人的名字 割到你的名字 对吗 或者从你的名字 你卖给别人的话 就要割名给别人了 对吗 我们另外的中文讲法叫做过户 对吗 我们马来西亚的讲法叫做割名 那谁负责做这个割名的 然后收你割名的那个手续费啊 大马交易所了 所以成交量越大 股票每一天要割名的这个数量越大的话 那交易所的利润就会越高嘛 然后他会不会帮你降价钱呢 那这个东西的可能性是接近零哦 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交易所在我们马来西亚股市 对吗 所以如果他不降价 我们不要讲他涨价了 如果他维持原本的费用 然后成交量 你们有看到长期是每隔几年就会破新高的 对吗 然后平均停留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你们有发现吗 下面的这个成交量好像一堆黑色的那个山 这样子越来越高啊 越积越高的 对不对 就不是单单一天的破新高啊 他平均累积的成交量呢 也会越水涨船高的 因为经济活动 因为货币的增加 对不对 我们整个经济体里面的热钱的增加 来到股市里面的水 我们讲啊 水为财对吗 资金来到股市买股票的人越来越多 对吗 大家越来越多来股市的话 交易所每隔几年 他的生意就会创历史新高 我们讲他的利润 这个好像是一个 99%会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很有很有把握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做价值投资的时候 在一些公司的生意发展 能够把握住我刚刚讲的那种感觉的话 刚刚我形容的那种感觉 那个就是很confirm 马来西亚人最喜欢讲的很confirm的感觉 对吧 OK 很solid的 那这样子的生意你选对了 然后你再趁他便宜的时候 我不是说叫你明天去买大买交易所 这么高的成交量 我们不是经常有句话的吗 有来我们这边做网上学习的同学们 都知道的了 陈建老师经常讲的 人多的地方有危险 冷门板块藏机会 现在人人都在盯着 手套骨的话 我们也可以 沾沾他的热点 跟大家聊一聊啊 但是主要就是聊你们心中的疑惑了 你们问还会不会再涨啊 对吗 还可以再跟啊 那我就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咯 对不对 但是你下一个机会啊 你的下一个机会 你是不是应该要在 现在市场大家都在炒手套股 或者是so call health care 类的股票 对不对 医疗卫生方面的那些 医疗保健的啊 那些方面的股票 so当这个主题被炒完了 那下一个板块 由基本面带动的需求的啊 生意会越做越好的 那个板块 那你有着落了没有啊 so我们要为他而努力吗 你看价值投资者要做这种事情的吗 对吗 所以我们回来 讲回刚刚的那个大买交易所 那个价值投资的感觉 在股市里面寻找机会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 这个生意非常的棒 像交易所这样子啊 每隔几年自自然然会破新高的了 OK 然后你又看不到他的 他的尽头在哪里 他的天花板 他的maximum在哪里呢 你看不到的 so这样子的话 凡是股价掉下来 就换个讲法了 换个讲法 好像吉隆坡 双子塔 OK 双子塔附近的property 那永远在这个地标附近的 这个中心点的嘛 Bukit Bintang Pavilion附近的那个 房产的需求 是不是长期一定向上升的 所以那边的这个 这个屋子的价钱呢 你是长期是认为它会向上涨的 突然间遇到屋价打折给你 我突然间拿一个30%的discount OK 突然间掉下来给你 那你已经有了准备的人了 有了准备的人 你就会知道这个是机会来了 这个就是你可以考虑出手的timing了 那这样子做股票的话呢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握主导权 同学们 OK 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讲大马交易所呢 因为昨天成交量很大 对吗 哇 股市很热 还可能会热多一段时间的 那很多人都在都在讲怀疑人生 对吧 OK 这个这个难以置信 那很多朋友呢都恨不得能够分一杯羹 有些朋友已经在场内 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在场内 OK 所以有些朋友呢是很着急的那种 尤其是新手投资者 因为真的想开户口的人越来越多 股市现在好像一个提款机样子 股市现在的这样子的行情 好像提款机样子的 好多人冲进去都是说我赚了钱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你问问那些股坛的老前辈 93年有没有见过 97 98年 对不起不是98年 97年的时候有没有见过 这种行情 so他们见过的就会知道 这些行情是没有办法 每天都那么hot的 它一定会有高有低的 那么如果你们是被行情好的时候 吸引进去的话 那第一你进来的他们呢 往往已经比较迟了了 对不对 那第二你又很急哦 对吗 你又很着急哦 你就特别容易做出冲动的决定 OK 你很多的投资决策可能并没有经过心思熟虑 只是纯粹我邻居 对吗 我的那个邻居 他好像读书还比我读的少哦 他在股市里面都赚了钱了 对吗 说我也要进去捞一点钱回来啊 这样子 那同学们 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你会很被动的 因为你永远都在跟风看市场上面的主题 什么股票热门 对吗 手套股还会再涨嘛 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讲的 对比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哎 哇 大马教育所的生意这么的漂亮的 哦 原来成交量啊 很客观的一个事实 对吗 每隔几年就会破新高的了 那这样子的生意啊 就好像一个好的location的地点的 那个物价 长期一定向上升的 只要他任何时候给我打折的时候 对吗 股市掉下来 他给我打折的时候 我都可以考虑他 考虑他 他可能只是我其中一个考虑对象 这个就是价值投资 这个就是你做了准备之后 你是in control的状态 OK 呃 我们在这边做给大家做的这个讲解 啊 同学们 呃 如果你们有follow 这个 陈建老师这边的facebook直播 对吗 有一段日子的 同学们 比如 有没有记得几个星期前 对吗 4月份吧 我们做了一个 呃 A先生的故事的讲解 对吧 A先生的故事 A先生的故事的讲解 有同学有记得吗 有印象吗 有印象的话 给一个爱心 对吧 给一个红色的爱心 看看啊 好多的这个爱心跑出来了哈 OK A先生的故事 我们其实 当时候讲到的 呃 当时候啊 我讲到的那个A先生 他也想投机一下 那些医疗设备 医疗主题相关联的股票 比如那个 OCN Cash 对吧 比如这个股票啦 我们当时候还讲 A先生很想在这个地方买入 这个Ocean Cash的股票 对吧 OK 还有这个LKL啊 对吧 啊 这些 我们就讲 我记得我们在当时候 4月 哎 OK 在这个3月呢 不是4月呢 3月多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刚好 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 就是那天 首相宣布 要 拨款 我们的新首相啊 慕尤丁首相 宣布要拨款 500个Million 给卫生部去采购医疗物资 我们当时候还跟大家讨论 会不会采购到什么病床啊 对吧 如果有采购到病床的话 就会连这个LKL的这些 叫做医疗设备 医疗器材类的主题的股票呢 都跟着会带动上来啊 对吗 所以当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呢 是一毛多 你看 昨天去到七毛 OK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OK 说好 那陈建老师想讲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又要马后炮一下 不是 不是 因为这些股票呢 我们虽然有在这里举例子讲过 舔到提到过 但是 陈建老师我并没有跟大家讲 这些股票会涨到七毛的哦 OK 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子的本事啊 OK 我也不知道股价会涨会跌的 我们当时候拿它来做讲解的话呢 是 我们知道市场上面 主题或者是热点 会围绕着这些 healthcare啊 手套之类的这个股票 那 我在这边有 谈过 但是 我不会跟大家讲 买这些股票 那起码 同学们 你说 陈建老师在这边跟大家讲 做这些分享 我好歹过去十几年 过去的十几年啊 我好歹 是一个full time trader 吹到头发都没有掉的那种啊 所以 我前面的 在松大这边 研究股票到后来 担任助教 到后来担任这个老师 我在这边 做的 这个 股票自己的 追寻呢 首先就是 赚快钱 这一点 我当然承认了 对不对 so fast money 谁不喜欢 so wow 做这些 爆发性的股票 捉住最漂亮的 爆发点 升上来 卖掉 这个是 最让我有快感的事情 这种 追求这种啊 热点股票 leap meet up的股票的 这种 动作 做了十年 那 为什么现在 我会不敢跟大家讲呢 就是因为 如果你们一直这样子做的话 或者像我当年一直这样子做的话呢 你就会越来越像一个hunter 一个猎人 ok 你就不是一个农夫 农夫我们讲的 是好像 放好了种子 在那个土地里面 然后 浇水 给它发芽 给施肥 给它长得更加的 茁壮成长 然后果树长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收成了 对吗 so 你会做一些自然而然 就会有收获的事情 比如 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大马交易所 我们知道它的成交量啊 哇 原来是这样子的变化 哦 它是这样子赚钱的 哦 这个生意是非常漂亮的 跌到够便宜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它的 你看 这个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 因为会有下一个好的公司 此一点掉下来的 会不会是银行股 会不会是贷款类的股票 因为大家担心 再多几个月 大家的这个还贷压力会发生 对吗 ok so 之后 这些好的 比如 public bank如果 drop love的话 我不敢想象马来西亚会变怎么样 对吗 所以 public bank这个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银行 我们在这里直播也讲过它 有多厉害了 对吗 如果再给我们 便宜的位置 那 你有这个条件反射会去做正确的投资决定吗 你看呢 这个是你自然而然会出现的动作 而不是听人家讲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不需要这样子做 对吗 又或者是 我们讲 产业信托 REIT 对吗 很多商场 现在的人流量 大家开始 大家开始可以去商场了 对吗 以及 我看到电影院 有些电影院也是 哇 因为潮市还是没有通风 哇 它的那个电影院里面的座椅也是全部发霉了 那么GSC Golden Screen Cinema 是under哪一个上市公司呢 很多同学都知道了 对吗 就如果 现在你们可以去shopping mall 你看到人 人潮怎么样 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店顶不顺 他们会退出来 收产业信托类的这些公司 他们的租金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东西会发生吗 但是这个东西是短暂的 能够服输吗 就说如果这些东西 你有了心理准备 它真的发生下跌的话 那你就可以会有条件反射 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让同学们 做到的那个做股票 你怎么样可以从听人家讲 OK 没有自己的想法 变成有自己的想法的投资者的那个过程 所以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 如果 陈建老师 我想多一点同学们来这边 support我们的life 对吗 如果我想我要尽可能多的人气的话 我大可以干什么事情啊 我大可以专门给你们讲这种股票 对吗 哇 什么股票热门 什么股票有机会 啊 价量齐升 什么股票有机会出现黄金交叉 所以我专门找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我可以跟你们讲 我们的live直播的人数 要破新高再破新高 它是非常容易 OK 但是我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这样子做 它就违背了我们来这边 给大家做教育 对不对 做启蒙的那个初衷 它就违背了 OK 所以有时候在股市里面 做一些赚快钱的动作 啊 同学们 清零鸡汤快讲完了啊 顶一下 我讲完先 OK 同学们如果你们在股市里面习惯了这种赚快钱的动作的话呢 你要回想一下 你来股市到底是为了理财 OK 你好不容易打一份工 好不容易可以存到一点钱每个月 你想你在想的方法怎么样可以帮你辛辛苦苦存回来的血汗钱 帮他慢慢的增值 就是要讲求安全的而不是拿去拨的 你拿去拨的话你直接上云顶了你做么来股市呢 对吗 现在云顶还没有开门 OK 云顶会不会继续低迷呢 对吗 它继续受到影响 OK so 你为机会去做准备的那个过程才会有意思 当你习惯了 你是种了种子之后 等它发芽 长出果实去收成的 跟你现在会拿你股票 哪个股票最热 下个星期什么板块会热 我要买一点 老师告诉我 你看 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以前是那种人来的 OK 所以 我也可以做那样子的老师 但是我知道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呢 有时候会碍死我 但是我一旦给错tips的时候 哇 很多人就会恨死我了 在后面捅我很多刀都可能 so 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意思 对吗 我们做教育是有 我们做教育 做教育它也是一个有 任何的工作都要讲究 你的工作里面有没有满足感 有没有成就感 有没有快感 你才可以坚持下去的嘛 对不对 以前的过去的早那十年 我是以我买的股票 我涨的股票够不够准 来作为我自己的追求 OK 现在这几年 我们整个松大资本的平台都转型了 so我也转 我也改变了 我们现在是以 能够多深刻的启发到大家 能够给大家灌输 投资的正道 对吗 这个当然是受冷眼先生的启发的 我们能够启发多少个投资者 脚踏实地的做股票 我们以这个东西 作为我们自己 这个教育者 我真的是想做一个合格的 及格的教育者 你知道吗 不是一个股评人士 对吧 股评人士就是 什么股票的升跌都可以解释的 那这个东西 我其实做了好多年 我现在希望能够 从我们这个工作里面得到的快感 是能够启发大家 有多深入的了解 你在做这个股票的游戏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帮你自己走得最远 走得最安全 承受最低的风险 获得最高的回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灵鸡堂了 OK